这几盆玛格丽特在这个柱形上面看上去都没长多少 但是它一直要孕育这个花蕾 可能是因为这个盆的话已经不够它生长了 大家看这个根全部从底下给长出来了 所以迫使它可能要生植这个开花了 全部都是 所以现在要想它长个的话得赶紧给它上盆 现在就来操作 因为之前一直忙没有及时给它们上盆 现在的话温度又上升了 已经很难控制它们不让它们开花长个了 所以如果这个时候一盆种一颗的话 就很难达到那种爆的效果 所以我决定把这两颗种在这个盆里面 就跟来的时候一样 这三颗种在这个稍微大一点的盆里面 这个盆底我已经垫了一层颗粒物作为沥水层 现在就往里面加土 再把它们给取出来 继继续加土 把四周摁紧 再动一下一个 再动一下一个 我出来 拜拜 继续加图 随便摁一下 尤其是缝隙 这样就差不多了 再给它们浇透水 浇透水之后 就可以搬去正常养固了 因为没有动它的根 我就把它们放在这个地方呀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有五六个小时左右的直射光 对于这个玛格丽特来说肯定是不够的 因为它是非常非常喜光的 光照越充足它就开的越爆 不过这样的光照也能让它开花 另外这个玛格丽特 它还是怕这种烈日暴晒的 所以夏天最好要给它遮一下阴 还有就是它也比较的怕冷 冬天的话最好搬到室内去养 今天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次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